警方一一清点查购了现金及出资卡等 这个诈骗集团以黄信夫妻党为首 在台中开设公墓要做掩护 先透过通讯软体以买房子为借口接近被害人 然后用话术诱骗被害人汇款投资虚拟货币 水防成员再以人头电话卡上网 登陆人头账户网络银行 将被害人款项层层转账 最后由车手提领一空 专小组经过数个月侦办 顺利逮捕黄信嫌犯等12人 查扣现金496万多元 还有近千张的网卡及13000多张出资卡 公司虚拟货币买卖之假象 企图掩饰诈骑其前之犯行 并调查发现水防成员利用人头电话卡 上网登陆人头账户网络银行 将被害人所汇入反向成证转账 再由车手提领一空 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 不仅主要嫌犯是夫妻党 诈骗集团成员间 彼此也多有亲戚关系 简直变成家族企业 警方已经将全案依诈骑罪 洗钱防治法与组织犯罪防治条例 等罪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警方强调随着时代变迁 诈骗手法也不断地推陈初心 提醒民众投资前务必提高警觉 如果有相关疑虑 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或到邻近派会所进行查证 多一份小心才能避免成为 诈骗集团严重的飞扬 记者张其腾台北报道